今天我们又来做手工了 看今天小朋友们的手工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看看 公布熊猫啊 好 我们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因为要录像嘛 那边太吵了 对吧 小孩你为什么在那抠自己的脚啊 是吗 你知道今天是做什么东西吗 用中文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 就类似于那种小孩拉着的那种小拉 叫什么 小的那种小拖车 等会坐出来大家就知道了 你像美国小孩经常在电视上看到 前头骑个车 后头拉着那么一个小车 小抖 小抖车 可以把自己玩具放在里面 对吧 那个叫wagon 有一个小狼 和他在坐在里面 是吗 对 我能看一下 妙妙 我能看一下你那个说明书吗 这其实在认识我呢 今天不是wagon 我看刚才有个小孩拿的是wagon 可能是可以选的 你看到这个小时的小孩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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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爸爸 今天就能吃儒吗 你能能吃的吗 自己闹 自己闹 我去闹 你能能吃的吗 有低褲子上了 你看 还可以 挺好的 我觉得够了 你得砸上粘是没有用的 知道吗 自己想办法 自己找的东西垫着 你刚才不就挺好的自己吗 遇到事别老什么事都想着先让我 你知不知道这个月的月底 咱们要去春游 需要什么叫春游吗 就是咱们 星期五要去那个 哥伦比亚市 就是你们出生的那个城市 你们班的小朋友老师带着你们 爸爸也跟着你们一起去 老师邀请爸爸跟你们去 一起去参加那个 当摄影师去 摄像师 因为他们喜欢你 对他们喜欢我 他们喜欢你 让你能一个美丽 对 所以我要跟你们一起坐着校车 然后咱们一起去那边的儿童博物馆玩 玩一天 知道吗 我一个大人在校车下车 对 对 还有一些别的家长 也去 但是校车上只有 去春游去吗 我不知道到时候 看老师怎么安排 好吧 老师 爸爸,我好累 接着走 你看看小琪琪都贴第四招了,对吧? 对 你知道公布熊猫是哪个国家的吗? 中国人 对,它是中国人 这熊猫是中国人,你知道吗? 我看这是哪个朝代的衣服? 这看着像是明朝的衣服 你对上那个眼把它放进去 不用弄这个 直接把它用眼弄 你看,我有插眼的经验 你看,我帮你插眼 这有个眼,你看看 是,处下去 可以了,背包 这小朋友也弄完了 你也可以开始贴东西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短会你们回头做完了以后 你们怎么区分 谁的盒子是谁的呀? 我的有一个字 哦 这么细微的插饼都知道 行 俩人分东西 分的可细 私有财产 从小到大 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 就是两个人分东西 一有什么好东西 两个人就给分了 而且不管过了多少年 都记得谁的是谁 好,齐齐,完了以后 现在妙门还没完 你能帮我们把这些垃圾 全都扔到垃圾箱里去吗? 我认为这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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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们的名字 然后拿行 录一下 爸爸咱们能吃这个东西吗 爸爸给你 爸爸给你这个 一个你喜欢咱们的 那个 好,好,好 好,好,好 这些是 如果喜欢我们的小节目 normale 就订阅一下 请不开 上期视频 fro? 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